现如今不少玩家已经纷纷转向AMD阵营 虽然需要搭配第五类存价格略贵 但主板价格却很友好 比如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款 来自明轩的B650M终结者WiFi 仅700多的售价 配置却给的非常足 采用8加2加1项的50A供电模组 其中9项覆盖了大面积银白散热马甲 支持170W的TDP 双PCIe 4.0的M.2硬盘接口 搭配最高支持8000M频率的 第五双通道4X槽 拓展性也是妥妥的MAX 虽然没有固态散热马甲 但这用料规格在百元价位主板里已经算不错了 虽然它是一张799的主板 但面对这个规格我打算围栏一下它 直接使用9000系绿龙旗舰9950X处理器测试 Zen5架构16核32线程 最大频率5.7GHz 在R23跑分中解锁PBO300W功耗 获得了单核219多核42030的成绩 基本发挥出了9950X处理器的满血实力 主流的9600X和9700X就更是随便带了 看到这里我都在想 这明轩还是我熟悉的那个明轩吗 如果你最近有AMD 7000系以及9000系平台的装机需求 这张明轩B650M终结者WiFi 性价比妥妥不错 值得考虑